欢迎收看百事TV为您带来的NBA技后赛 波顿卡尔车人对战米尔国际熊路 我是今天的解说与说止于徐勇 字母哥这么强势的身躯 凶悍的体魄 打法风格可以说是横冲直撞类型 有点类似于啥呀 这个像古代战争啊 当时的火牛战术 连续夺回七十多座 齐国城市 一堆火牛冲过来一样 简直是万夫不可当啊 这是字母哥 截圣塔中午 保暖的绿色位移还没脱下 因为这个运动员就这样 尤其像他这种火 手感火烫型的 必须得保持自己的节奏 你看司马特呢 无所谓 五大三处啊 飙患的外形啊 双脚甚至呢 因为胯下这个两胯之间肌肉太发达 无论到哪呢 俩腿合不拥啊 有点这种感觉 边横着晃边往前走 不像截圣塔中午 如同一个模特一板往前迈步 司马特呢 混着眼 这不是说贬低啊 而是说啥呢 标型大汉嘛 标型大汉 特殊的走路带风的步伐 这是司马特 也无所谓 不拘小敌 篮球场上其他人啊 都穿着绿色的保暖 卫衣跟他练习投篮 只有他不在乎 我就要穿这个比赛辅助 对不对 而他了解 自己的手感呢 一直都这样 你就是让我穿两层 绿色的 里边加棉的 这种这个保暖服装啊 手感 也是上不去 不以投篮见长嘛 所以也就无所谓 大大咧咧行的 塔中又是有空位机会 投 标射 五中五 一记远距离大不 这属于是必杀发布 又轰你了 操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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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怎么讲呢 这个没戳出来 这属于啥呢 操作细节 对不对 操作细节 杰伦布朗 杰伦布朗讲这家这个 真说玩小手活 平时在自己的客场啊 旅馆主场啊 没少玩游戏 真说论手柄这种这个操必杀 操必杀我不可能失误 球打得没理好 戳必杀我戳得特别稳 哎呀这家 你怎么学着活动打个儿了呢 各位这个摔倒方式 也挺搞笑 怎么倒的 学狼王呢 学狼王不做几个佛城啊 不要学凯文杰 凯文杰这个浪费时间 比赛场上尽可能的 争分夺秒 每一个回合不能掉一星期 哎又造封鬼 二加一 这球打得太这个 举重热情 面对对方 啥玩 我看到底怎么回事 这已经吹多少 二加一没了 这不是手机 你不是打到这个臂膀上了吗 那你要用脑袋扛对方 这个胳膊不让抬起来 你也属于是照进物方鬼啊 玩的实在是 这种不是用走拐 你是被对方大臂给打张的 那你自己拿脑袋扛对方 你要这种回合 那会不会都能造反轨了 这是拱二头几吗 那不是 什么玩意 这二加一就给吹没了 而且打动物又吹一个进攻反轨 这已经几个反轨了 打动物啊 这已经四个反轨 你让不让对方明星打球啊 多少进攻在这种打 他是有一击直走吗 那是拱二头几 你这球也行的话 那人家防守都用头锤了 拿脑袋架对方搁上 那你就推进攻反轨啊 哎呀这球获了敌 你看没看到 黄有手 骂人 刚才骂人了 这也获了敌 注意数字啊 哎 这球是完全是一打零 在他面前的防守人只有狼狂 各位内心当中 手是个狼狂 我手是不了吗 字母哥就手是不了 因为现在字母哥 他体能实在是太不行了 体能现在辣了 说实话在字母哥身 挺罕见 体能辣了 一打狼狂 打败了 居然说 对方根本不会动的 打败了 各位刚才那球扣的 没有想到他居然能弹起来这么高 我以为他这个扣不了了 你瞅着这个笨重的身躯 结果这个 真是有点当年飞猪查尔斯帕巴巴克利 那个风采 他终于看到了争夺冠军的希望 插上了隐形的翅膀 哎呀 这 各位咋的了 被字母哥拍到哪了 鼻子打出血了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哎呀 这是一把能拍的 五官都挪移了 拧成一团了 各位接眼了 下一个回合 各位有可能要报复对方 各位 报复对方 刚才被字母哥拐了一下 各位说 君子报仇啊 下一个回合绝对不管 小龙人 小龙人 小龙人模式 这是各位 要不怎么说 刚才飞骗了呢 我忘了 合上长鸡脚 要不怎么说 他有隐形的翅膀 龙主 龙子一族 再打击眼点 两个脑门 左右两侧 欲罚往外 鼓个宝 那会儿就是不可阻挡 那会儿就是变神状态 别塔通我都可靠 那会儿 龙人模式 平时是龙蛋模式 平时 格兰特威兰姆斯已经成为这场比赛的团队得分王了 22分 三球干净6分 G6场不过如此 G7 G7尾 这格威要这么打 说的话 罗维啊 秀赞就对了 出场不见得比这个格威好死 罗云没篮 看来这格威行情见长 这么打下去啊 未来啊 我感觉不给个550万到600万呢 拿不下他呀 各位 刚才那一记三分球啊 让他行情涨了起码50万 这球馆呢 都是这个 凹凹凹凹凹凹型 都是这种 他是因为啥呢 就是力学嘛 都是下凹的 属于是一个什么 薯片型 薯片就不是一面板 这个属于是符合力学工程 还得是按照球队 按部纠板的进攻逻辑 有效推进 看着他们有效推进 怀特因为之前呢 差不多已经这个 四中零了 那种状态 所以这会儿呢 数学已经八中零了之前 第九个还没有啊 你这家这个 你也不能说这么惨 一般来讲 这个不可能说 遇到这么邪门的事 一场比赛十中零了 当年这个 德罗·威廉姆斯也投不出来啊 德罗·威廉姆斯当年 无外乎十一中一 这个说啥 拿物理规律打你 拿万事万物 放置宇宙皆准的 数学规律打你 很高档的武器 这个阶段 很高档的武器 继续用啊 你这个家 这个数学公式 因为他本身 刚才这些时候怎么讲呢 比赛还得是技巧 因为这个 怀特这个技术 实在还是一本 怀特他这个篮啊 我感觉下赛季 如果说绿剧 愿意想要重整旗鼓 再判新高的话 怀特可以被诱化掉 1500万 他一场比赛 投个十中一 这球员纯属雷 防攻手转换 实在不行 战术犯规 防攻手转换 哎 这球这种个没劲 说实话一打凉啊 一个篮筐就把他摁住了 各位 这家各位 手感还是继续 能够那个 再加再立 这是罕见 刚才缓了缓 十分钟的变身 间歇期已经度过了 又化身成龙人状态了 这掩护翻轨 这下雪上加爽 完了 大陆心态奔了 不能够折 很有可能要苦了 长远啊 本身心理素的就不好 哎 不能够折 破题为袖 刚才是怎么的 偷偷逝去了眼泪啊 挺罕见 以往那会儿 这个假的 这个比赛焦灼时的 你看他眼瞅啊 其实如同一个 无助的孩子一般 这么个注意动作啊 哎 吹这么个翻轨啊 这就一个怀一个了 因为刚才那回合 属于啥呢 字母哥这个回合 打得不够名字 为啥呢 因为你得了解 你看没看回放啊 不等会儿要苦了 双眼发红要苦了 憋不住了 实在 但是这会儿霍了迪啊 已经是慌乱了 愤怒的公牛 这就属于啥 西班牙斗牛 愤怒的公牛 又能如何呢 被这个红色 蒙住了双眼呢 开始这个四处乱撞 那能行吗 这会儿的抓住霍了迪 这一点啊 抓住霍了迪 现在是盲干的心态 抓住霍了迪 他现在比较盲干 抓住霍了迪的防守缺陷 攻霍了迪 你看没 攻霍了迪 漂亮 攻霍了迪 就攻他这点 愤怒的公牛啊 人家其他球队都玩 西班牙党拆战术 卡尔特人的 西班牙斗牛战术 就斗这个霍了迪 又是隔尾啊 破记录啊 他再投啊 那简直这个 对绿三军来讲 就喜忧参半了 这会儿就是 应该把隔尾换下 不要再投了 再投的话 你这留不住了 2000万打底 这绿三军 心之压力非常大 赶紧把这个隔尾换去 镜头给皮尔斯 少给他点镜头吧 皮尔斯 这穿一身红的 正常来讲啊 你到一支绿色球队当中去观战 尤其作为民宿的 着装搭配这块 有讲究 现场都是绿色的 你穿个红色的 怎么得你是何心呢 你是聚光灯焦点所在 有点抢戏 塔通五 紧握单全 在空中小小会动 塔通五眼神仍然是 坚挺杠义 镜头啊 给到了塔通五 因为了解这是 这一支年轻的绿色军团呢 他们的真正和谐 资姆嘎都昆博 镜头方面也要给予他足够的准重 因为确实 霍东霍尔德是不是苦了 跟这个老将霍福德呀 交代一反 对不对 今年呢 祝福你应该走得更远 你值得这一切 塔通五微笑 跟这个一些工作人员呢 拥抱在一起 智姆哥跟塔通五 这两者之间 这一次这个 呃 拥抱 有可能就是新老教弟的时刻 诶 转播夹人而止 那这场比赛呢 咱们就看到这 下一场比赛啊 咱们再见了 下一场是咱们是后天啊 冬觉第一场 早晨八点 卡尔特人大战热火 咱们送别伟大的智姆哥 迎接新时代的王者 杰森塔通五 这场比赛 看得很高兴啊 各位咱们今天讲到这 冬觉 这场比赛 非常好